能够让使用者可以输入 所以会多出一个输入input 当然未来你也可以去用其他的界面工具 其实在Python里面有很多的 就是可以做表单的这些模组 你可以设计出有点像 在VBA里面也有表单 Python里面其实有相关模式 也可以做表单 将来可以把它填填输入 如果你有几个输入 你就可以几个栏位 一个楼坡一个坑 你只要形态设正确 资料填到正确的位置 这样就OK了 只是说我们怎么样 第一个电话号码 我们先简单来看 电话号码一个栏位而已 前面就一个编号自动产生 所以编号不用管它 只要管电话就好 所以我们如果刚刚就变成 要不断再改程式 可是问题 如果我今天不改程式的话 我可以在前面打一个X 等于input请输入电话 然后OK 所以使用者会跳出什么 一个在下方会请输入电话 那我就填上去之后 填完之后 当然我就要把Value这个地方 自动改成X 所以特别注意 将来的话 你就必须把底下输入的这个 本来写固定的把它改一下 那你要把X放进来 特别注意 它本来是一个字串 这个双一号到双一号 你要把它放在这一个中间 把它改过的话 特别注意 第一个你要先把它切开 变两个字串 所以两个双一号 第二个移到中间 串切加加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X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X 把它串在这个中间 OK 意思就是把它放这里 第一个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其实其他原言写法差不多 那VBA也是一样 反正就双一号 在VBA里面是用M的符号 不是加号 变数放中间 这样的话 它输入一个资料 它就会帮我把这个X 把它丢到这边 在做input的动作 可是问题 目前这样的写法 你变成你每执行一次 但是它怎么样呢 它只会让你key一次 比如说02 12345678 Enter 好输入了 但是呢 它没有办法 这下一个呢 很抱歉 下一个就它在执行 那很不方便 对不对 所以最好怎么样 把它写成像我们之前写的 输入成绩 我们输入成绩 然后可以 大概好几种写法 如果你要让它不断的 输入成绩 直到输入负一 就跳离的话 这写法 当然你可以 把这个程式稍微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我前面讲过 如果 画有什么呢 画有1冒号 有没有 那再来的话 记得 把这三行 把它移到下一阶 卡密尘和close不用 因为最后 如果你要输入 你再一次卡密尘 比如说你输入 insert好几笔 它现在还没有确认 最后确认 只要确认一次就好了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你要让它不断跑 但是你最后 因为画有1是无穷回圈嘛 那你要让它怎么样 要有个跳离的点 当我输入负一的时候 它就跳离 跳离就是break 这前面都有讲过啦 所以 如果你对这不熟悉的话 我建议回去 可以再把前面的影片 再把它调出来看一下 所以如果什么呢 如果x它假如是什么 等于负一的话 那我就跳离 反之的话呢 我就直接insert into OK 所以呢 当它什么 逻辑等于什么呢 等于负一 负一记得哦 input一定是 字串哦 所以这个字串前后的符号一定要加 如果呢 当它等于负一的话 那就帮我break break就跳离的意思 就等于结束掉了 如果呢 它不等于负一的话 那它理论上就是什么 就是帮我insert into 到那个资料库里面 这样应该OK吧 逻辑应该看得懂吧 画有1嘛 无穷回圈进来 输入 假设它输入不是负一的话 所以 不等于 等于负一的话 那就break掉了 不等于负一的话呢 这个就不会执行 就直接从这边跳到这边 然后做什么 把刚刚输入的电话 给它执行 执行完之后换下一个 继续输入 我们来试一下 看它要不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假设 我要让它不断输入的话 那我就随便输入几个电话码 enter 然后再来的话 那如果我输入负一 等于负一的嘛 会不会break enter break掉 OK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没有帮我把资料 新增进去 因为我刚刚是 insert into 到table02 所以打开来看一下 理论上 如果我刚刚执行几次 它就会帮我把那个资料 放起 让我们把这个browse到table02看看 OK 三次 刚好就是我刚刚输入的 这个是用无穷回圈的方式在输入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改成什么 我只能输入三次的话 其实也蛮简单的 如果说你 只确定 不确 这个是不确定 你输入几个电话 因为我都不知道 使用者端到底他有几个客户是要输入 我就让他当他输入-12跳零 但是我已经确定知道 那你只能输入三个 那怎么办呢 你就把这个改 有没有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for回圈嘛 for I in range 对 range的话呢 如果只能输入三次的话 那第一是零嘛 零一二 然后三就跳零 三就离开 所以给他三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break这个可以拿掉 如果呢你不要是那个无穷回圈 只能输入三次的话 那你就是for I in range 然后他就I第一次是零 第二次是一 第三次是二 到三就跳零了 所以输入三个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使用那个input的话 替代什么 刚刚的固定号码 我就不需要不断的再改程式 第二个的话呢 我用那个无穷回圈 利用那个break跳零 OK 第三个也许你可以再改一下 只能输入三次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看一下 其实这些前面都有讲过啦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东西 假如前面有写过的话 那应该很快就可以把它写出啦 特别注意啦 以后蛮多工作上面 大概就是 会用类似的方法在在运 看你需要输入次数啦 如果是不确定的话 一般就用就快回圈 如果你是确定是次数几个 你用for回圈 然后配合一个input 可以帮我把电话码给输入 输入到那个资料库里面